會有一些營養素沒有攝取到 這些營養素會影響你的基礎代謝率 跟藝人拍片分享專業知識 他是台北東區知名的 無姓醫美院長 被爆出把針頭和染血廢棄物 丟在捷運站垃圾桶 捧了兩大箱紙箱下手扶梯 要去捷運站丟 但裡面裝的包含針頭 注射軟管 藥品玻璃空瓶 以及沾染血液的各類醫療廢棄物 乘客看到垃圾桶 發現異狀趕緊通報 去年他應該是兩個都會變 事發在去年三月 台北捷運中校復興站內 無姓院長起初攻稱 針頭沒感染性 沒接觸人體 但檢方打臉 因為這些廢棄物上沾有體液 院長涉犯廢棄物清理法 被判六個月徒刑可一顆罰金 裡面有一張單訊 我們明確就寫的是 附近的一個醫美診所 跟那個中校復興站連繫過 那疑似已經丟了好幾個月 他只是因為一直苦無明確的試症 醫療廢棄物一公噸價格約六萬 七天內必須要丟 明醫貪小便宜要審清運費被判刑 但他其實過去就有黑歷史 不是 行李會不會很擔心啊 涉嫌走私胎盤訴 今年初被檢方約談後 深壓禁見 法官裁定五十萬交保 吳姓院長接二連三 知法犯法 明醫招牌 這下毀在自己手裡 三地新聞到了成立